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它最大的优点就是不受这个产品尺寸的限制 可以看一下左半部分售卖的产品体积都非常小 而这个贵体出货一半部分就是相对来说就比较大了 它最大可以售卖50厘米成为50厘米的一个产品 现在我们就看一下每个产品顶下的一个价钱 这个价钱其实是由两部分组成 前面是这个产品的序号 后面是产品的价格 我们比如说要购买这个振动套 我们先看它的这个序号 产品编号是13 价格是18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在这个键盘上面啊 输入一个13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屏幕上面 号码是13 商品价格是18 我们就可以投钱了 这个时候呢 由这个纸笔口投入 投完了之后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屏幕上的变化 投币金额20 编号13 商品价格是18 确认无误了 我们点击确认键 然后可以看到这款产品从货架上已经旋转出来了 这个时候呢 我们从这个货导取货 把这个货导推开 它这个是带一块防盗板啊 取出来之后呢 我们的整个过程基本上就完了 可以看一下这个屏幕上 还有一个余额 因为是18块钱的 投了20 还有2块钱的余额 这个时候如果说是你不想再购买的话啊 可以按退币键 它不是直接给你去找的 为了退币20 商品 这个零钱就在这个零钱出口 这个整个的购买过程就算是完成了 好 我们现在主动去看一下这个柜体出货这半部分 它也是有每一款产品对应一个价钱 价钱呢 前面还是续号 后面是这个产品的价格 我们可以看一下 比如说我们要购买这款 每存小辣椒 它的产品续号呢 是41 这个时候我们就在键盘上输入41 商品的价格也出来了 420块钱 这个时候呢 我们把这个钱从纸费口投入 投钱的时候啊 一定要把钱放平整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 你每次投啊 投对的时候 然后呢 我们的这个上面的显示器 它都会有一个对应的显示 300了 400 好 420 这个时候呢 我们点击 确认键 啊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 这个 费体的变化 可以看到上面有一个提示灯啊 还有啪的一声 就是锁子打开了 提示灯 提示我们的消费者在这个窗口取货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 锅门打开 把产品取出 然后锅门啰锁 这样呢 整个的购买过程 就算是完成了 锅门碩 好 谢谢大家